焦点203 性联遗传 性联遗传 性染色体上有一些基因与性别的决定无关 但其所支配的性状的表现与否 却和性别有关 此现象称为性联遗传 性联遗传现象是美国遗传学家摩根 在1910年利用果蝇做研究时发现的 人类的红绿色盲、血友病和肌肉萎缩症等疾病 均属于性联遗传 其遗传基因皆为隐性 且均位于S染色体上 而Y染色体没有此类疾病的对偶基因存在 X性联遗传 性联遗传基因位于S染色体上 遗传时和性别发生关联的遗传称为X性联遗传 Y性联遗传 位于Y染色体上的许多基因 在S染色体上并无相对应的等位基因 这些基因只会表现在男性身上 例如 耳朵长毛的基因是由父亲传给儿子 属于Y性联遗传 人类Y染色体上的基因大部分已被确定 其中许多是与男性发育及性功能有关 目前还没有发现Y性联遗传的疾病基因 ZW型的性联遗传 性别决定属于ZW型的动物 其性联遗传的方式和SY型恰好相反 位于Y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 在雄性必须要同型核子才会表现该性状 而雌性只要其具有一个Z染色体上有此基因 性状便会表现出来 例如 鸡的羽毛呈现条纹 大B为显性 没有条纹小B为隐性 影响该性状基因位于Z染色体上 红绿色盲 红绿变色能力异常 简称红绿色盲或色盲 为红色和绿色无法辨别的遗传疾病 属于性联遗传 红绿色盲的遗传基因为隐性 而且位于S染色体上 Y染色体则没有此疾病的对偶基因存在 因此男性罹患红绿色盲的比例高于女性 血友病 血友病属于性联遗传 其遗传基因为隐性 且位于S染色体上 而Y染色体上 则没有此疾病的对偶基因存在 血友病患者缺少与血液凝固有关的物质 因此血液自血管流出后不易凝固 有时即使很小的伤口也会出血不止 残痘症 又称为G6PD缺乏症 G6PD葡萄糖6-磷酸去青酶 存在人体的红血球内 能协助葡萄糖代谢 过程中会产生NADPH 来防止红血球受到氧化而破坏 葡萄糖6-磷酸去青酶缺乏症 简称G6PD缺乏症 俗称 蚕痘症 患者使用含有蚕痘制品 或接触到脏脑丸、耐丸、植药水 及黄氨类等药剂 或是服用R4P0等的解热症痛剂 抗虐急药物 消极氨类等 红血球就容易受到破坏 而发生急性溶血反应 肌肉萎缩症 肌肉萎缩症属于性年遗传 其遗传基因为隐性 且位于S染色体上 而Y染色体则没有此疾病的对有基因存在 肌肉萎缩症的患者 通常在6岁时 肌肉便出现了萎缩、消瘦的症状 到了10多岁时 已是骨瘦如柴 只剩皮包骨 甚至有关呼吸的肌肉也会萎缩 以至于呼吸困难 肌肉萎缩症患者 很少能够活过20岁 幼图是某一个家族的 红绿色盲遗传普系图 下列有关此家庭成员的视觉 以及是否攜带此色盲基因的推论 哪些正确 A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甲、丁、己均为女性 具有色盲基因 B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视觉正常的男性 不具有色盲基因 C选项正确 甲、丁、己均为女性 具有色盲基因 D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乙、物、根、视觉正常 不具有色盲基因 E选项正确 丙和心 不确定是否具有色盲基因 F选项正确 乙、物、根、视觉正常 不具有色盲基因 不具有色盲基因